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2812 它的看門狗電路跟它的功能 看門狗電路 那首先就是要讓各位知道 什麼是看門狗電路 然後呢 如何去畫出看門狗電路的功能圖 那這個要積極的發問 那我們這個單元就是在講看門狗電路 看門狗電路是 主要是它從英文翻譯過來的 叫做Washdog Timer Washdog 它這個功能真的就是類似看門狗的意思 它就是怎樣呢 對晶片的運行狀態來進行即時的偵測 那這個偵測的這個電路 我們就稱它為看門狗 好 那這個看門狗的應用跟它的原理 看門狗的功能主要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的晶片在沒有人監控的狀況下 連續工作 那這個各位當然覺得連續工作好像沒什麼 但是啊 你用過這個微軟的這個電腦你就知道 連續工作有可能會當機的 所以 所以我們晶片啊 有可能在工作的時候也有可能會當機 那當機的時候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看門狗的這個原理 來看門狗啊 跟單晶片的一個IO角啊 做一個連接 連接 那這個角位啊 透過程序的控制啊 它呢 定時的 也就是固定的時間呢 會往看門狗的這個接角啊 送到一個高電位 送一個嗨 那這個程序啊 它呢 可以讓你分散在晶片的程序當中 好 各位呢 那我解說一下它的原理啊 就是說 我的這個晶片啊 固定的 會產生一個 嗨的電位 給這個看門狗電路 那 看門狗電路啊 它接收到這個訊息啊 它就知道說 現在晶片是正常的 就好像 好像有一隻狗 那你定時的 丟一塊肉給它 它吃到肉之後 它就很高興啊 就沒有事情 它就不會亂叫 可是呢 當你啊 超過時間沒有丟肉給它的時候 它肚子開始餓了 它就開始亂叫 這個就是看門狗的功用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開門狗電路的功能圖 好 各位 那這個功能圖呢 這功能圖呢 各位可以 了解一下 那 主要呢 你要會 去用它 好 那 首先呢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 主要就是有一個 clock 有一個clock 這個 10mine 進來之後 先做一個除頻的動作 它除以512 512 512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它有一個暫存器 那暫存器的設定呢 讓你去on 或者是off它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這邊呢 也有 有一個暫存器 0到7bit 它是一個 八位元的 這個 開門狗技術器的 這個CR 就是clear clear的動作 也就是說 我的這個 開門狗 它呢 裡面其實就是 有點類似在做 計時器的動作 也就是說 我數 1到100好了 我數1到100 那 數完了 如果你的這個 CPU的這個 清除的訊號 還沒有來的話 代表你的CPU 可能就是當機了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開始去做一些動作 那這些動作 你可以透過軟體去設定它 OK 好 那 那 那 看門狗的這個 功能呢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首先 第一個 你要知道看門狗的功用是什麼 主要呢 就是說 它呢 在 在 在定時的狀況之下 你送一個訊號給它 它都OK 可是呢 如果你的晶片是當機的狀況之下 你就沒有送一個訊號給它 那這個時候 開門狗就發現 欸 有問題了 那 這個時候 開門狗就會做一個 比如說 你可以讓它做reset的動作 讓程式重新來 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說 你可以把整個晶片都把它停下來 因為有可能晶片在做一些 比較這個大電力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你把它reset的時候 有可能會燒毀 所以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這個是 我們 開門狗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這樣讓你的晶片 得到一個很重要的保護 好 那我們這個單元 就到這邊 無意 無意 等到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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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